面对少子化 政府鼓励大家争产报国 许议员简换中在议会质询时指出 除了社会局的预额补助之外 还包括不运症的补助 企业设置补卤及预额设施等 希望是否各局处都能动起来 营造友善的生养和预额环境 才能达到争产报国的目标 一般双心家庭在育有一子的情况下 扣掉支出可以运用的薪水所剩无几 让不少人不敢再生第二胎 市议员简换中指出 市府的育儿补助只能够解决能养的部分 至于怨生的部分 其中不育症也是亟待解决的一环 人工受孕它所耗的经费其实相当高了 那目前政府只对中低收入户有相关的补助 那如果你是一般家庭的话 就在这个补助之外 我会觉得政府应该在这部分 应该可以多一点努力来为这些愿意 帮这个国家增产的夫妻 给予他们一些协助 除了医疗卫生可以协助少子化的问题之外 工时工资和房价物价等劳动和经济的层面 以及对孕妇不友善的职场环境 也影响生育意愿 在卫福部成立少子化专案办公室之后 市议员希望市府各局处能够动起来 一起面对少子化的议题 少子化其实是一个全面性 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包括我们的就业环境 以及我们对于整个育儿环境是不是友善 那我也是比较期待的 在中央在中市成立少子化办公室的同时 那是不是我们在地方上 也可以成立这样的一个少子化的小组 来做一个相对应 社会局长达巡时也表示 市府各局处面对少子化的议题 都有想办法应应 是否成立跨局处的部分 市府将在六月底提出规划 特别是如何鼓励企业营造优质的育儿环境 让年轻夫妻能够安心工作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一直都持续的 甚至说我们都拜访我们的工业园区 我们比较大型的一些企业 也都鼓励他们 甚至说我们都愿意来提供专业团队 甚至在空间上或是在经费上 有什么我们大家可以合作的 院生能养是市府解决少子化问题的一大方向 但仍需要各局处通力合作 市议员希望这一项重则 不只落在社会局 唯有跨局处提出各项方案 才能让增产报国不沦为口号 港都新闻李正道赖昌邦采访报道